但我覺得這次我們是不是被美國連累 對不對 這個美國跟他交惡 然後懲罰我們台灣 你去跟美國斷 美國跟我們建交 對不對 那還有人講說什麼 這是中美大戰 中美兩國大戰 這個民主峰會 對不對 美國不高興這個民主峰會 所以美國叫說你加拉瓜 來 不是去懲罰美國 是懲罰我們台灣 我們台灣怎麼那麼倒楣 我們台灣要給他錢 球場什麼 該跟我們要的 我們都要了 就最後倒楣的是我們 所以我一定要問一下大家 民進黨執政 你覺得台灣會怎樣 會獨立嗎 請加一 還是會孤立 請減一 在蔡英文的任內 一下子馬英九交給她的時候 是22個朋友 人緣怎麼這麼差 現在只剩下14個 所以老師我想最後一點時間 我們最後要談一下疫情 這個疫情也非常非常的重要 你來看一下我們台灣 為什麼這麼倒楣 這個干我們什麼事 去斷我們對不對 你去斷別人 你去斷門 你去跟美國吵架 你去報復美國 你去報復什麼 斷我們幹嘛 我覺得這個最主要的是因為 這一次拜登搞的這個民族峰會 既然叫峰會的話 他應該是政府首腦 或是國家元首 這個等級的人才參加 不然就不會叫峰會 對 但問題就在於說他邀請台灣 其實美國人是在操作這個兩國論2.0版 對 他一直在操作這個兩國論 那操作這個兩國論裡面 故意不邀請大陸 然後邀請台灣去參加 然後要去走這個灰色地帶 要走這個灰色地帶的時候 其實蔡英文本來他們是卯足了權力 希望能夠在今天 用十八般五億全部都把它丟出來 然後所以你們看他之前 已經蕭美琴或者是那個唐鳳已經在吹風了 一直在吹風 在營造這個輿論 營造這個氣氛 他本來想說 就利用在今天開峰會的時候 大張旗鼓的 好像說我們跟美國都已經站在一起了 準備要拍那個畫面 很國家聲明 對 然後又準備要拍那個畫面 就是那個電視牆 你看我們的那個代表的人 那個大頭已經盯住一幕裡面了 本來是要營造這個東西 結果大陸一出手 美國灰頭土臉 台灣更灰頭土臉 因為所有的國際的媒體 台灣的媒體 全部都把蔡英文準備好的那些東西 全部都輾壓過去了 你看沒有人在乎拜登講了什麼話 你看今天全世界或是台灣 坦白說你看國際媒體 你會發現沒有人在引用拜登講什麼話 大家都在講 這個斷交了 然後這個 尼加拉瓜選擇跟中國大陸在一起 然後就把過去尼加拉瓜 跟大陸的歷史 尼加拉瓜跟台灣的歷史 然後馬英九被放割五次的過去 全部都寫出來 所以你看整個版面 滿滿的就是跟尼加拉瓜 跟中國大陸跟台灣之間的關係 然後美國束手無策 因為美國出手了 美國出手就是要去介入尼加拉瓜的內政 說你不可以跟台灣斷交 結果尼加拉瓜不甩美國 中美洲的國家 美國的後院一直在著火 一直在失火 也就是說 宏都拉斯你剛剛談到了 因為宏都拉斯的新的總統 他是1月27號就職 11月選上 那兩個月 就1月27號就職 而他在選前的時候 他就主張要跟台灣斷交 要跟大陸建交 布林肯他們還直接插手進去 還直接插手進去說 你不可以這樣做 然後等於是 要宏都拉斯的人民選擇 不要支持他的在野黨的候選人 要宏都拉斯的人民選擇 不要支持他的在野黨的候選人 宏都拉斯 宏都拉斯 他在講的宏都拉斯 我們也介入了 對結果我們也介入了 美國也介入了 宏都拉斯好像還指控我們的網軍 對 結果宏都拉斯的人民 支持他們的在野黨的候選人 當了總統 當了總統 你想想看如果下個月 1月27號他就職了 就職之後他宣布要跟台灣斷交 因為這是他的選舉的綱領 不只宏都拉斯還有教廷 是 教廷影響會更大 對會更大 為什麼 因為教廷是一個道德地位最高的 對 就是說道德地位 因為教宗 教廷它不是一個我們世俗的國家 我們世俗的國家有土地 有這個主權 人民等等 可是教廷的影響力是在哪裡 教廷的國度是在教徒 對 教徒到哪裡 他的國度權力就到哪裡 好 那你想 整個拉丁美洲幾乎都是天主教的國家 菲律賓北部天主教的國家 這影響太大了 對 韓國 韓國也有很多天主教徒 還有你看 這個歐美的國家 波蘭 很多國家都是天主教徒 對 那如果說教廷要跟台灣斷交 要跟大陸建交 你認為美國敢壓嗎 美國一壓的話 美國就慘了 因為美國是基督教的國家 所以天啊 我的意思說 現在14 這個再過一陣子 快要變各位數了 教廷斷交影響最大 對影響很大 影響最大 所以我覺得目前來講的話 這個美國束手無策 因為美國看起來是整個國力衰敗到 你看他中美洲南美洲的國家 一個一個跟美國參反料 對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這個蔡英文的這個臉書 稍後我們來進這個辮子妹的街訪 今天辮子妹上街問到了這一題 他臉書上告訴大家 有沒有 無論任何的威脅挑戰 都無法阻止台灣人民走向世界 網友就想問嗎 你日內都斷交八國 請問你怎麼帶領我們走向世界 對不對 世界在哪裡 請問一下 沒有朋友要怎麼走 我爭取十秒補充兩點 第一點 在這公投在籍 只剩八天的時間之內 這個新聞撐不過三天 我們跟尼加拉過單交的新聞 在媒體由民進黨政府掌控的情況之下 這個三天以內 他就馬上消音了 那再過來一點事情就是說 譴責中共 這是必然的 但是這個是膝蓋反應 希望民進黨政府把膝蓋移到腦部 從腦部來去思考這樣的問題 民進黨會說我用膝蓋就夠對付你們 我根本不需要用到我的腦 對不對 不用下台 就這麼簡單 我負責就掛在嘴巴上就好 我補充一點 就是說其實現在看到民進黨 處理外交關係只有兩種辦法 第一種辦法就是靠美國 出了事就打電話給美國 叫美國老大哥去押去喬 第二種就是花錢 所以陳水扁時代的外交預算非常高 到馬英九政府時代的時候 事實上我們那個時候的外交機密預算 大幅的降低 但是我覺得不只花第二個 我覺得還有第三個 就是靠中國大陸 對不對 對 然後第三 我要講說到蔡英文的時代 就像剛才修方講的 為什麼她的外交預算越來越多 你看著 隨著邦交國的減少 外交預算會變得更高 因為每一個邦交國都齊貨可居 她會認為說你已經沒剩幾個邦交國了 這樣子 我是本來二十二分之一 我現在變成十四分之一了 你知道我的那個分量有多重要嗎 所以那位網友講對 等到我們零邦交的時候 當然 所以那位網友講的沒錯 實際上一個邦交國的時候 可能外交預算就無限大了 因為沒辦法 你要花更多的錢把它守住 而且剛才賴老師特別提到一個 這個就是買得越多越便宜的概念 就是美國事實上它的國力在衰退當中 所以我們靠美國去維系邦交國 民進黨的怪物手法是沒有用的 但是現在我們最擔心的教廷的原因 是因為教廷不會跟我們要錢 教廷跟中國大陸的問題 不是因為外交機密預算的問題 所以我們拿再多的錢給教廷 也不見得可以把教廷穩住 那麼從陳水扁的外交預算那麼高 到馬英九降低 到蔡英文才又再回復到這個狀況 其實就只是宣告 台灣又重新走回了凱資外交的老路 對 那個時候陳水扁執政的時期 中南美洲的總統大家去查一查 他們下台之後都是去坐牢的 為什麼坐牢 因為拿了台灣政府的補助沒有用 都放到自己的口袋 放到自己的基金會去了 但大先生 重點就是說 你以前花了錢朋友還在 你現在花了錢朋友還是跑掉 沒錯 靠錢綁住的朋友是沒有用的 對 你靠錢雖然朋友不見得對你真心 但綁得住也就還算是OK 所以我的結論一句話 人也綁都綁不住 要解決台灣現在的外交困境 我們比對一下陳水扁 馬英九到蔡英文 我們可以確定一件事情 處理好兩岸關係 台灣的外交問題就可以解決 處理不好兩岸關係什麼都不要講 對 除以不好兩岸關係什麼都不要講 請問說 對 否